雙手被上銬手上還包著紗布 他是南港砍人案的嫌犯 手術後休養一天被移送到分局 但製作筆錄時卻相當不配合 不肯交代犯案細節 案發前就開車在南軟園區附近繞圈 似乎就是在尋找前女友的身影 手帶凶狠 沉浸嫌犯的鄰居表示 他平時相當低調 難以相信犯下殺人未遂案 看他上班 下班也還好 沒什麼意義 每個人個性問題都不會那麼要 從中間那樣打到鼓啊 警方時候在現場找到兇嫌行刑用的開身刀 長度超過30公分 但刀子從哪來 是早就埋好預謀犯案 又或是出門後臨時起義 人事未知數 被害女子長期遭到前男友的騷擾 為此她也特別換工作 到附近的南軟園區上班 不過卻還是被掌握行蹤 只是嫌犯對於怎麼會知道前女友在這邊工作 卻始終不肯透露 第一時間被害女子向警方透露 去年兩人在交友人體上認識後交往 之後認為兩人不適合提出分手 但是否交往過程有其他因素導致前男友犯案 嫌犯始終保持緘默 但大半天在南軟園區發生殺人未遂案件 引發民眾關注 儘管人已經落網 卻不肯交代清楚兩人關係 以及犯案的細節 兩人之間的愛恨情仇 是否還有安慰案 有待檢警仇死撥檢 TV的新聞 我之前竟然賣台北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小鈴鐺